这个是洛杉矶安大略的陕西油泼面 街头小吃到了这边会不会身价暴涨 咱们来看一下 我是在洛杉矶做房产的Chris刘 今天到这边帮客户处理几个出租房 安大略就这么一块好地方 核心的商业地段 这里真的是什么都有 突然间就看到这么一家陕西饭馆 首先上来一份凉皮 这个做的真的非常好 跟我在国内吃的一个味道 而且它这个辣椒油太香了 接下来就是这样一大碗油泼面 我点了好几样 我知道我肯定点多了 但是呢看到这个菜单 每一个都想吃 这个面一定要拌匀了 再撒上辣椒油 面皮特别的筋道 这个很香 虽然它是在安大略 但是我觉得比圣改博那边做的要好 我还点了一个特别大的肉饼 这个肉饼呢是三层肉 这个呢比较一般 可能不是陕西的这种特产吧 这种饼应该是河北人做的会比较好 最后呢比较失败的 就是这个肉夹馍的肉拌这个面皮 不是这个面皮不好 是这个肉比较老了 有点C压 最后咱们看看身价有没有暴涨 这几样再加上一杯绿茶 一共是62 再加小费大概72 你觉得贵吗